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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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薑蓉,還有蔥,其實很明顯,都是辟少少腥味 最特別的是,這些透明的就是海草絲 加上洋蔥絲和蔥一起吃,味道更鮮 應該可以突出魚的味道,也吃不到腥味 我試試看 好吃,而且這裡最有名的是,師傅會避洗醬汁和調味 加上一起吃,OK 我真的不是誇張,剛剛有些配料,將腥味壓抑 但鮮味仍然出現,我覺得挺特別 因為平時我一般都是魚,我是覺得腥味 但這次就沒有這個問題,是沒有了腥味 對,而且完全不用蘸芥末的醬油,本身已經足夠了 還有這個巨型的珍寶帆立貝,為什麼特別呢 就是來自日本北海道 這個也是特別之處 其實也是考一些刀工的 一隻珍寶帆立貝很厚 其實在中間開開,就是這樣 咦,你經常都做的 因為這個我有時候都會買的,如果你的嘴巴小小小 可能要分兩口吃 我不行 你行的 我想我也要分開兩口吃 真的很大角 看到很漂亮,白白白,通透 我先試一下 又是加上那個壽司飯,本身已經有了調味 嗯 很鮮甜 而且表面也有少少少師傅秘製的味粉 所以基本上也是那一句 不用蘸醬油,不用蘸芥末 就是入口即溶的感覺 你覺得我似,不是我覺得我似 她似 她似 你覺得什麼? 臭豆腐 你真的想到我想的東西 真的 一看我其實都覺得很像 很像的 但我聞不到臭豆腐的味道 說到鹿兒島的黑豚肉 還要是腩肉 再用來這樣炸 說真的,我還未這樣吃過 我試一下 它是剛剛好半肥瘦 所以做到入口即溶 而且裡面很鬆化的感覺 其實很豐富的豬肉味 對,而且它的炸法也不會很油膩 外面其實是很乾身的 其實也是一塊腩肉 不過這些我不適宜吃太多 好,吃一點吧 最近,匯豐渣假加息 新造的岸鐵貸款 加了四分一厘 尤其是匯豐年半厘 第一次這樣加法 會不會是對樓市一個很大的啟示? 少少影響 大家都知道 最直接影響過借貸成本 不過這樣說 現在利率仍然是歷史非常低的位置 如果你想回來都很正常 不要忘記 其實過去兩三年之前 新造的案件還是HIGHBO 就是香港同學 特色的貸款 最低的時候 我都記得 HIGHBO加0.6、0.5 我轉案的時候 就是HIGHBO加0.65 所以其實現在 只是慢慢升上去 說真的 樓岸生意肯定少了 政府出完招 成交買賣就兩限 膠著了 銀行要保持利潤 的息差 可能就是其中一個賺錢的緣故 其實如果你看到現在 我看不到他們銀行的資金成本 是貴了很多 不過很明顯就是 你知道那兩間銀行 早陣子被罰款都被紅 所以要拿一些回來 當然要想辦法賺錢 加息就是商業決定 但始終這樣做 對於地產股 是不是都是不利呢 對於銀行股 你剛剛也說過 改善到的正息差 有沒有一件好事呢 馬上就有反應了 是的 地產股就跌到七個一皮 還有在過去兩三個月 其實負面消息都不斷 譬如說 對 由這個場實分拆酒店房間 到他們有一個樓盤 就是減價 雖然其實這些都是 銷售的手段和策略 不過市場就認為 會不會反映到 李嘉誠先生都看淡後市呢 所以地產股其實 都已經應聲而下 其實都跌了幾多 再加上這個消息 其實高位來說 長實也好 新低也好 起碼跌到兩成 如果中小型地產商 跌幅就更加驚人 不過我都會覺得 負面的消息其實都反映了 但真的有沒有很大的反彈動力 可能暫時都沒有 因為現在市場都會擔心 會不會這些 都會有些訊號 意味著 即是短線樓市可能見到頂 如果你本說樓市不太好之外 內房更麻煩 哇 只是重災區 是啊 因為深圳全昌會限漲零 即樓市只准跌不准升 用二月份的樓價做標準 一高的那個價錢就不讓你簽合同 這樣也可以 這個真是考驚驚的 令到市場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不是有個心字的股票 甚至乎沒有那個心字 只要它有些業務 在深圳 都可以的 前海概念都大炒突炒 現在不單止打回原形 不但跌破之前那些橫行的區域 很多是深圳國際 深圳發展 甚至乎 總之有少少和深圳有關的地產股 街兆業全部都認清 其實都不單止他們 全球國性的內房股都跌 雖然其實已經否定了 否認了這件事 但我想大家都會意識到 內地的政策 對於房地產市場調控 是真的不可以停下來 還有現在說 怕通脹 人口行長周小春已經說明 接下來政策都會收緊一點 所以對內房股影響可能還存在 周小春還說過 寬鬆政策 即是不會再行這個寬鬆政策 他本來說 息度的寬鬆是用來應付危機的 那是不是現在危機少了 所以就不再寬鬆呢 其實反而我會覺得 另外一點 就是他會覺得 現在非但不是有什麼危機在前面 另外一個更加大的課題 未來可能要解決 就是通脹問題 因為過了一段時間 春節打後 人口不斷做正向回購操作 去收回市場的流動性 很明顯這個舉動 都是為了微調貨幣政策而來 調控這個貨幣政策 最主要就是要打擊這件事 這個敵人是通貨膨脹 畢竟對上個月 通脹都上回三樓上 即是說 現在都有少少警戒的情緒 如果通脹再高 例如高到去到三點 好像溫總之前下調了通脹目標的水平 那就麻煩了 很可能就是令到人口 會進一步收緊銀金 就是說 正向回購操作都不夠 可能要加息 加準備金 那時候就更加會猛烈 不過我覺得暫時 應該都還沒有使用的 市場只不過是擔心這個情況會出現 所以 我們房股就應聲而下 先跌定 但是這個擔心 都令到我們香港的市房 都真的一般 行刺都創了今年的低位 會不會都影響到我們投資倉 要不要怎樣補儲 當然了 其實都見到 去到 以前的低位 22306點 很有趣 又是去年年底 最後的交易日 即是最低的位置 去到這個位置 又好像有一點點 止跌回升 看到星期四又大了一點 不過我都會覺得這樣 整體來說 我仍然相信 行刺到22300 都會初步有個支持 22000的支持 又再大一點 但是有很多版法的股份 坦白說 升得多 跌了一點點不給嗎 我又覺得 問題都不大 仍然是大漲小匯 但是你說 之前一些純粹炒概念 之前跟你說 有個心字 股票是升得多 但都不惜而炒 現在就跌了下來 好 我們剛才可以放心 我們繼續吃這個堅魚 是吧 真的不用怕 好 好 好